一般電腦上色效果不理想的原因 大家好,我是Litro 今天和大家介紹一下 一般電腦上色效果不理想的原因 不理想的情況通常有三種 一,孔那位、細緻位 導層導不到,保留導電七顏色 二,表面面積估算錯誤 三,厚度拿捏錯誤 三,厚度拿捏錯誤 大家可以見一下 這個孔那位或者細緻位 有一個灰色或者黑色的外觀 這裏就是一個上不到金屬導層的導電七 導致這個問題的原因 有機會是導電七的導電性不足 我們可以將一些毛筆 或者油素塗一些導電七 然後在這樣的位置補上去 代光,增強導電性 然後再進行電腦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成因 就是表面面積估算錯誤 以這個導銅戒指為例 它標準表面面積為40 這個表面面積估算偏大 例如為120cm² 導層會出現燒焦的效果 表面面積估算偏小 例如10cm² 導層產生不光亮效果 第三點,厚度拿捏不準確 以導金樣本為例 左邊這個樣本導做1micron的金屬 雖然有金屬的顏色 但是沒有金屬的光澤性 以由哪個樣本為例 導上25micron的金屬厚度 就會有金屬的光澤質感 客戶要拿到精準的厚度 好的效果 需要經過多番的嘗試 希望以上的講解能夠幫到大家